这个世界 五欲六成的染无我 那真能立得掉吗 菩萨心 他什么立法呢 极相立相 不是那个相真没有了 相有啊 相有怎么立 心里都不忍住 知道所有的相假的 能见的相 所见的相都不可得 所见是自己 自己的身心不可得 外面的境遇不可得 这个一定要懂 就是米拉菩萨讲的 那个一年的时间太短太短了 我们以前计算过 如果一秒钟 谈直谈五次 那就是 1600兆的生命 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的生命 你怎么能够 体会到 根本体会不到 那哪里是真的 我们的心 定不下来 这是要在 很深的禅定 你才见到 体会到了 凡夫的心 叫心浮气躁 体会不到 虽然体会不到 我们读到这些经文 我们用这些经文 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用我们的意念 这个念是很粗的念头 立刻能想到 内外都不可得 金刚经上的就是好 梦花泡眼 解释续望 这个好 常常想这个呢 你得起心动念 念头才起 什么念头呢 坦诚迟慢的念头 想控制的念头 想占有的念头 这种念头是一起 你就想到经典上的教训 这个念头 立刻就降温了 可以不再坚持了 这就是进步啊 到什么时候 我们六根 接触六成经济 真正做到 不止住了 决定不起 控制的念头 不起 占有的念头 不起 喜欢的念头 或者是讨厌的念头 都没有了 这功夫就不错了 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就有把握了 不要很高的功夫 这样的功夫 就有把握了 圣凡身 同志 那连这个功夫 都没有的话 虽念佛 往生 没有把握 为什么 你对这个世间 还有贪念 到对这个世间 毫无贪念 你就有把握了 真的 把这个世界 远离了 真理远离 那个地方 极乐世界 就前进了 就结界 那这个地方 舍不得 那距离西方 极乐世界 那很遥远 这个地方 离开了 那你就进了 是中国道理 真正功夫 一句佛好啊 大师之婆子的话 非常好啊 都是六根 今天想起 这两句话 是绝对 时时刻刻 希望 这个境界 现象 都是六根 通通 方向 方向 感谢观看